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愛的人 是 快要去見面 早安 11點多了 其實也不早了 想說拍一個 Vlog是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大家還挺想知道的事 啊 我今天 終於終於終於 新加坡的這個 我們叫做Circuit Breaker 終於結束了 今天可以去看亞裔 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 感覺很豐盛是吧 如果說面呢我喜歡加特別多的醋 這樣子呢就會很香 不過我不是每餐都吃的那麼豐盛 要看心情 今天算是心情不錯吧 平時我可能一碗泡麵 或者方便麵 也可以當零餐 不過不介意大家 這樣子做哦 吃完飯 洗衣服 自己的衣服還是得自己洗咯 我現在要出門看牙醫 今天要進行 洗牙 就是 我每半年會洗牙一次 洗完牙露 牙醫說我的口腔衛生保持得非常好 我家吃非常乾淨 耶 驕傲 這是我們新加坡的烏捷路 你們來過嗎 我現在呢 要去超市買些東西 買晚餐回家吃吧 烏捷路的商場裡邊 空無一人 有啦 有人啦 不過非常的少 好 誰說明星就不能夠搭地鐵呢 誰說明星就不能夠搭地鐵呢 還記得以前這裡呢 全部都是我的臉 以前呢 這些柱子呢 全部都是我的臉 嘿嘿 回憶 在日本超市我只吃買那兩樣東西 因為 日本超市全部都是甜點啊 零食啊 這不能吃 要開工了 所以還是來珍貴的超市吧 我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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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吃 要開工了 回到家路 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開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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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天就好 一天就這麼過了 一天就這麼過了 是不是其實還挺無聊的 沒辦法 疫情期間 不能跟朋友聚餐 也不能做太多事情 還好呢 我下個星期就要復工了 然後開始拍《零分百度》 所以 遇到忙碌 其實我今天的心情 有點鬱悶吧 我覺得有點難過 因為我早上看了一則新聞 說在印度有一個 懷樂運的大象 村裡的人 餵吃黃梨 然後 裡面藏了那個 泡 那吃了 就 泡在裡面 炸開了 然後就 就 他醉啊 什麼的 就受傷 就爛了 然後他走了好遠的路 然後 然後 終於就 去了一個河 嗯 就 用可能喝的冷水 來讓他的巷口 比較舒服一些吧 有關當局 就知道了之後 就想要去救他 什麼的 可是他都不懂 他 有關當局還說 他應該是有靈感 覺得自己應該是不行了 他就這樣站著 這樣就去世了 肚子裡面的那個 那個 小寶寶也去世了 肚子的新聞就真的非常的 難受和難過 也很 心痛 也很 生氣吧 我真的不曉得 為什麼人類會這樣 真的不曉得 為什麼人類會做這種事情 真的 我最近真的是 盡量的不要看任何的新聞 不要讀任何的新聞 因為 每天感覺每天早上起來 好多負面的新聞 所以我覺得這個期間 真的要保持 mental health 身心的健康 很重要 為什麼大家都要 無時無刻 不管對自己 對周圍的人 對小動物 對自己擁有的東西 甚至是東西 就 懷著一顆善良的心吧 這很重要 故事說完了 晚安 賢